那天 是你 是從哈爾濱到的化院口的吧 而且他們倆不可能空著手 手裡應該有東西 我哪知道呀 他們倆被抓的時候 我正在看皮影戲呢 他散衣服你這麼問來問去的 我怎麼覺得像審犯人似的 姐 他工作習慣了 你別說話 說正事 大姐 你得理解我呀 我在廳上捧這碗發不容易 表面上看很瘋狂 但在日本人眼裡就是一條狗 做狗就得夾著尾巴 要小心 你說你這個事 對我一點牽連沒有 不可能吧 所以好多事我得問清楚 做到心中有數 也想有對付的辦法 也是 當時你姐夫出事的時候 我還琢磨著找你去說句話 小姐 我沒有用 還原口不歸我們管轄 你在廳裡當差 就一點權都沒有 大姐 你太高看我了 自古全錢不分家 沒有錢拿來的權 你讓我給日本人當狗換權 我幹不來 但是論本事 我早就該升職了 就是因為沒錢 所以到現在還是個小職員 他三一夫 我帶了個稀罕東西 本來就是給你的 可一時沒敢往城裡拿 啥稀罕東西 稀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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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弄的 我從哪弄的你就別吻了 我那個細匣子 跟你們家這個長得不太一樣 我那個比你這個大 是個綠色的 按鈕也比你這多 上面全都是仰吻 是 是 是還有這麼長根線 有個大耳包 有線沒線我記不得 有個大耳包 他三一夫 你說我這東西 是不是個稀罕玩意兒 我告訴你 我可知道 我這個東西 能頂兩個魚鍋餅子鋪 是之前 比你魚鍋餅子鋪之前 我送給你 還有誰知道 沒人知道 我想起來了 有兩個人問過 在你們牙門口 誰啊 你現在會見黃哥 這幾天 日本人差點在查得很近 家裡得有個直牌 好 是不是兩個人一高一低 年輕的那個高個兒有點長得圓圓 像癞蛤蟆 老的有個五十來歲 一臉小臉 對對對 就是他們倆 他們倆說認識你 剛才在牙門口說露嘴了 說我們給他三衣服戴個細匣子 然後那個人伸手就過來摸我 摸我的包袱 你姐是見過失眠的 啥人沒見過 我一看那人就是個笑面虎 咋著了 我們給你丟人了 你讓我丟命 不就是個細匣子嗎 怎麼就有 就是因為這個細匣子 能要全家老小的命 那這我就不明白 一個細匣子 就能要全家老小的命 小孫 小孫 來了 她來了 小姐我跟你說 她有問這細匣子的事 千萬不能說 如果要說 你就說這個是送的 你送的 記住沒有 小孫 來了來了來了 科長 你咋來了 我就是路過 過來看看 快請快請 焦科長你應該是細科啊 你小心點 小心 請請請請 教科長來了 你快請進 快請進 好 你來坐 好 老興士奇說起你 好 你快請坐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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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是我大姨姐 剛從鄉下來 大姨姐 三妹夫 我碰到的就是她 我剛說的就是她 我知道 姐姐 這就是我們焦科長 小孫 我們見過 是 這就是大姨 我是不是也該叫上大姨 大姨是送花園口來的吧 對呀 快坐啊 您坐 您坐 這花園口啊 那可是兵家必爭的寶地 你坐坐 咱們往圓子說 當年李世民征僑 就是送花園口登的路 這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時候 日本人也是送花園口登的路 花園口 風水好啊 現在不行了 李世民登陸那會兒算是寶地 日本人一登陸 再好的風水也完蛋了 姐 別瞎胡說行嗎 只要不出去說就是了 你說這話都夠槍斃的資格了 大姨是石創人 她的話 也是我們這些 還殘存了一點良心的中國人 想說而又不敢說的話 大姨 真是金國英雄啊 我等男人 都自愧不如 快 水 好好好 慢點兒 這可是個稀罕物啊 是是 這不少錢吧 課長是這麼回事 我大姐呢在花園口做點小生意 你只不看我們來了嗎 就給順便帶來了 這可不是有錢人就能買得到 是是 就算咱們警察不要去買 那也得要個條子 不是 但這個東西 這 什麼啊 壞口不會打臉關 這我是從我們那兒買的 我們那兒隨便買 您要是稀罕的話 我也買一個送給您 你們那兒隨便買 好 大姐買的東西 我怎麼能要呢 那以後我三位母親就多照應著點 她要是表現好的話 您該提拔的時候就提拔一下 說這話幹什麼 這又怎麼了 這買官賣官 都是紅官 你看我 像個賣官的官嗎 小孫 有 你說 課長是難得的新官 大姐 您要沒事 您去幹活去吧 我和課長 還要聊正事嗎 我看出來了 你不是個一般人 我怎麼個不一般方 你是多大的官我也不太清楚 但肯定是領導我家三妹夫的 您這麼大的官 平時能到手底下人家裡坐坐 這是多麼沒有架子的官呀 用那皮影系裡的詞 那叫 黃 黃 黃恩浩蕩 對 大姐你真是誇我還是貶我呢 我可有點聽不出來了 姐姐姐姐姐姐 課長 我姐鄉下來的不懂事 說話不重聽 別往心裡去 姐姐說的不對 大姐那說話叫低水波 課長你誇我了嗎 能知道走親戚送她收音機 這鄉下女人就了不得呀 可長你剛好提這個西匣子呢 你要真的喜歡的話 我真送給你一個 這東西金貴不便宜的 這算啥呢 我王家魚鍋餅子店呢 雖說不是日進抖金 可是小錢那是不斷的 別說給我三妹夫提個細匣子了 就我在大連街上買個洋樓 那也沒啥聊 姐呀我求您要變回話 我們要聊正事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 我沒事就是過來看看 大姐說話有意思 我愛聽 你喜歡今天咱倆多嘲嘲嘲 姐都傻胡了 飯口時間 你趕不跟三花做飯去 對對對 正好改上飯口了 您別走了 我給你燉個魚鍋餅子 你也嚐嚐我鄉下女人的手藝 我去喝 好好好 下次 大姐這手藝 我還非得嘗嘗 我給你做啊 你等一下 邀門長 老總 啥事 清牧部部長讓你去開會 清牧部部長找我去開會 特著急 現在馬上給他去 老部長 你慢點 老總 怎麼在 你大姨子這個魚鍋餅子 我是一定要嘗嘗 客長 下次來家吃我的魚鍋餅子 哎呀 你怎麼一說呀 我都要流口水 來 我送送你 來 留不留不留 等下次下次再來搬 好 那您慢走 好 慢走 客長 他三一夫是不是生我氣啊 大姐 你可別再提那洗匣子的事了 那玩意容易要人命 他三一夫 別生氣了 下次我不說話了 這個鄉下女人的手藝 我還真想嘗一嘗的 有說過嗎 孫世奇異改迷章 把我當傻子了 嘿 在林面前 他們就是斑斑弄死的 如果電台真的讓這個女人帶進城 就會出現兩種情況 一種是電台交給孫世奇 孫世奇拿著電台 到青木正兒那裡鈴賞 而另外一種是 共產黨搶先一步 把電台弄到手 我推斷 電台在今天晚上 就會浮出水面 小董 也會 Ged任 這就是 我做的 手藝 一開始 我昨天才那個 我在整個水面 他是怎麼在那齊 他前提醒了 我根本就是 你這樣做 一開始 你也可以看 那樣子 我吧 好 他現在不是 我跟一記 去看 他說 很好 他要这个干什么呢 那他就不怕惹出麻烦来吗 去日本人那邀功啊 上面刚下了命令 谁先交了电台 就会升官发财领奖金 你说这玩意这么重要 要是他们知道 这个戏匣子在我大姐这儿 那你大姐的命 和我们全家的你都保不住了 那我还是敢跟他说 让他跑吧 回来行吧 不过呢 你还要把他帮他 把他帮他帮他 这也是我的机会啊 我先把电台交上去 我就可以升官发财紧急了 就没他什么事 戴士奇 那你这样不把我大姐的害了 那他们不得说他是 狗产能呀 我不说就不就完了 我说我自己找到电台交上去的 不让他收钱点 行吗这样 指定行 等大姐回来 你就跟他说 我要跟他去电台 瞎手气 你看见ули 统胞 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 是啊 来统胞您看一下 共同抗日 统胞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 统胞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 统胞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 共同抗日 统胞团结起来 统胞团结起来 这是共人党发的 小鬼子看到就掉脑袋的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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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听说他嫁给了一个当警察的 今天是谁帮大姨端盆洗衣服了 我 真厉害 来 好了 好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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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卦 怎么样 还有别的人 就是刚才过去那个 是 还剩三天了 电台拿不到情报 发不出去就晚了 不光是这个 王大卦现在 已经被别人盯上了 他的生命安全 都受到了危险 我觉得 你也跟大姑娘说一下 除了拿电台 还得保护他的安全 他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所以说 王大卦应该早点 把电台交给我们才行 我觉得你还是 让我去见见他吧 不行 现在不光是王大卦 知不知道你身份的事 最重要的是 王大卦已经 把你等成 伤害的男人的凶手了 你这样去 不等于揉入虎口吗 那也不能细里糊涂 把他交过进去啊 他躲错一步了 就会没命的 是啊 现在行事紧急 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走 哎 这怎么回事啊 好好好 别大惊小贵了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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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治安 还警察部的大院呢 怎么看的呗 我告诉你啊 今天晚上事儿 谁也不是说自己啊 丢人 好 好 好的 康大 没瞎着吧 没事 大姐 你看上啥人了吗 两个人 一个人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另一个人从窗户飞出去了 飞出去了 还有功夫啊 他散衣服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呀 我得罪啥人啊 大姐 我看你是把小鬼招回来的 我才又扯到我身上了 我第一天来你家住 我在大连谁也不认识 大姐 你好好心思心思 你把啥东西带来了 怎么说 去搜电台的还有别人啊 前后脚进的屋 我给那小子打跑了 没看清楚是谁 共产党 一定是共产党 看来 我们分析的没错呀 孙世奇这个大一姐 的确不是共产党 如果是的话 共产党也不会三更半夜的 跑去偷电台 这说明 电台 还没到共产党里 王大后人是要把电台给孙世奇 极有可能 打草必经说 除非草里没什么 小刀 你一定要给我死死地咬住王大王 保证完成任务 我跟他一起来 去 我看他 这不是 我看他 我看他 你来 你来 我看他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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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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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半夜就来了 这不是让盯上了吗 赶快吃 吃完了 我们出城去西匣子 娘 我也想去 滚一边去 快吃 我%$$%&?. 中门 你在奥呢I 终于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走吧 谢谢三一夫 谢谢三一夫 大点声 谢谢三一夫 姐 快点 车来了 快点 快 放大片子车了 姐 你放啥呢 没啥 干不干了 我怎么的 人都上车 我知道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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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太好了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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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尔 给娘看下点 大尔 过来 惯她 来了 这啥打开啊 这小鬼的东西 娘也没见过呀 娘 我要吃 娘有办法 娘 你把它砸开 这是啥玩意儿 这是个钥匙 这是开罐头的吗 是不是这样子 有办法 我知道了 我大尔真聪明 没开了 开了 大尔 我大尔一路上 就惦记着这罐头呢 是 娘 你闻 你现在在这儿吃 哪儿也别跑 娘一会儿就回来 好 好 就停这儿吧 部长在吗 在 我们下来 家属者 电台大事 你得罢了 你了 秦莫部长 客气 贾某定帅同仁 竭力而为 谢谢 告辞 青岐大佐 為何要注意到中國人? 他們是飼養我們 人族會有時間 什麼事? 收个车 不行 柜车给您磕 别别 小孙 别给我跪 你该跪 请不打错 柯长 我不敢了 我错了 我错了 自从你大姨姐 进城的那天起 十有八九 我就知道电台在她手里 我还知道 它并非共产党 只不过 被共打利益吧 我是想给你个机会 可是给了你机会 你却不要我 我只能献八八地跑你家里点拨 可你呢 却给我用一个破收音机 给我烂鱼冲撞 我 我 我还知道 电台现在就在城外 因为你脚上有青草 说明你早出城了 这些年都看出来了 你可能在想 我为什么要抢在日本人之前 把电台搞到手 我们警方客和他高客 都隶属警察部 可要抢在城外 可向来 不被特高部的人放在眼里 这次 是我们表公的最好机会 这是其一 其二 我们警方客这些年 很难有人提拨 我得给兄弟们考虑吧 属下考虑问题 考虑都太小了 我 recollec click 订 我 薄 更 这 我 och 我们 轻 Sel 跟 轻 写 凡 写 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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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想他为你加官进决 那就是痴人说梦 孙世奇 如果日本人问你 你明明知道王大花带的是电台 为什么沉尸不上梦 你可以找托子 可在日本的那儿 只会有一种想法 也就是说 这是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做出的自保 你还想他为你加官进决 不错了 老大 我不真的错意绕了我吗 没有说的了 这也没了 那就赶紧去取电台立功吧 姐 姐 我们就前面抓点药 这儿日本人多 你们在这儿别动 来 老板 还是要来那老房子 好 稍等啊 当然就在这儿玩 别乱跑 啊 哎 老板 哎 来了 你想知道点啥呀 这家伙我想配一套 价钱咱们再商量一下 哎呀 我这要啥有啥 您先配着啊 价钱好商量 哎 小鬼 这哪来的 我的 小鬼有 给我 不给 拿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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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快点快点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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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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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 喂 我是焦鲟宇 蒋瓶 王大花被抓了 什么 王大花被抓了 什么 老大 什么情况 那我们现在是取电台 还是去救你大意见 属下不知道 依您 我让你说 上去 我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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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好 好快 别怕 放我出去 住 放我们出去啊 娘 这 是哪儿啊 长官 放我们出去 你别怕了 什么罪 偷盗战备物资 长官 放我们出去 严加看管 是 我们犯的什么罪啊 长官 放我们出去啊 别喊了 放我们出去啊 放我们出去 娘 这哪儿啊 娘 我饿 你是饿死鬼吗 一天到晚就知道饿 要不然你嘴柴 吃那日本人的罐头 我们现在被冠上了 你知道吗 你别怕她 三一夫会来救我们的 三一夫什么时候来救她 我要现在在半道上了吧 离大宴的功夫能来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